中国女排赢球王云露却还在检讨 一句话说出全队心声 太需要朱婷了 女排已经结束了目前第一战的一个比赛 在本次世界女排联赛第一战巴西这边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排三胜一负 分别战胜了韩国美国和塞尔维亚队 但是输给了加拿大队 加拿大绝对是中国女排的苦主 但最后一场落后翻盘的情况下 最终三比一拿下塞尔维亚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 那么说本场比赛打完之后 我们很关注一个点 王云露的一个表态和发言 王云露这次公开给出了一个态度 他的说法其实能够体现出 朱婷对于女排是不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作用 究竟从哪方面有作用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四大功臣 除了发挥出色的李盈莹王云云 他们都看下了18分 另外龚翔宇也是表现完美 王云露拿到了9分 可是他在后却并不满意 进行了一个自责和检讨 他说我这场比赛在进攻方面 和其他人队友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作为主攻手 我应该在进攻层面上做得更好 他承认了自己进攻有问题 确实王云露遗传保障 很努力了 但是进攻24扣其中 效率真的说不上高 那么当王云露检讨他进攻问题的时候 你就能够发现中国女排为何需要注定了 这句话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女排现在打强队的时候 就一个核心进攻点 李盈莹 王云 王云露算是半个 队长袁新月 龚翔宇 这都不是那种特别稳定 场场爆发的点 就李盈莹可以稳定下分 你想面对塞尔维亚 这还只是二队 王云露到24扣其中 面对真正对方强队的时候 你的成功率会更低 那没有人可以在得分方面给李盈莹减压 别人就会更容易的把你盯住 把你防死 因此现在王云露说 我需要在进攻方面做得更好 尤其是作为主攻手 我一定要在进攻这个角度上做到极致 那么如果朱婷回来 这些问题就都不复存在了 李盈莹的对角站着朱婷 你看谁还敢重点步是栏防李盈莹 那你就露朱婷 露朱婷等于自杀 如果说朱婷顶上主攻的话 王云露安心做保障 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 是不是就更厉害了呢 这不就是他们需要朱婷的原因吗 不光是朱婷有经验老将 更主要的是 朱婷的进攻能力也很强啊 在意大利这个女排联赛当中 已经体现的很明显了 他回来场均15到20分 这是可以保证的呀 那一下子 女排进攻压力就减轻了很多 这里是一个人年远地进攻的 然后睡眠基本的 吃的话 这一年 colonies 讨论 amazing based